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五晚10時的動漫廢物 收聽方法大家正在做 在Youtube就會聽到我們直播 錯過直播的話 你的損失真的很大 剛才中間off mic的時候 看到我們的嘉賓對我們主持不滿的東西 你就完全在直播 不是不滿 私咪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我們Patreon訂閱的朋友 那你又可以聽得到 所以訂閱我們Patreon是很重要的 我們Patreon有多少人 我留意好像都是比較大 我們今晚有多少人在聽 90多 我有理由相信有些人是未加入我們Patreon 有 137 所以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你不加入Patreon就是聽了很多東西 不是開玩笑 不是我們在購買廣告 那些精華全部都是米後 是啊 最好聽的全部都是米後 而且你又看不到 到底為什麼大家姐姐會用那個炮頭 我又為什麼會變成這個包龍身 有很多類似的東西 你不加入Patreon 你真的見識不到 所以不要淪積那幾十元 買少兩本當晚 你當買多兩本當晚都回來了 現在只有五、六本尖豐翅都不止 對吧 除了Patreon之外 其他直接的捐獻 或者Super Truck 我們都是非常感謝的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阿東費 大家好我是Sunny 大家好我是冰芝 我是Rita Kyle 我是TY 今天也有我們的嘉賓 周小某 hello 繼續我們這個陣容 少了上星期的阿袁 阿袁很慘 講完二獸魔刀 又回不來了 又被人同意 我們要找他回來 要找他腦裡的惡魔型腫瘤 好 繼續講二獸魔刀 上星期我們主要是講人物和CP 小某都跟我們分析過藥剛的美術方面的東西 今天我們可能會放多一點的比重 在講一個故事上面 大家姐就很詳細地寫了一份稿 想要全部讀出來 原今晚的節目 不是的 其實我們今天真的會講完後面半段 但是在開始之前其實都想再 因為上次我們講的那個美術 講得有點少了 可能阿小某還會對於美術設計有一點點意見 其實他在動畫和漫畫都很大分別 上一集都輕輕地提過 他在漫畫的時候用過一些風格 即是我們講到很多緣不善 很雜亂 還有他是一個Punk的風格 然後其實我還很想推介大家 如果沒有看過動畫 為什麼要看一看漫畫 是因為其實漫畫的時候 作者是放了很多嘗試在他的畫面 包括你看到很多剪貼 很多剪貼 如果你喜歡拿原稿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何謂有很多剪貼 很多原稿是用剪貼的方法畫出來的 即是怎樣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幫我把我的畫集拿出來 在那邊的報告 謝謝 不好意思 其實我帶了一本畫集回來 就可以看到裡面 他的原稿其實… 其實我很想過去拿他的原稿剪 他原稿剪好像已經放了兩次 東京和大阪都有 但是我們飛不到過去就沒得看 但是他之前就出了一本原畫集 在亞馬遜上面是買到的 很貴的 大本的 是有點貴 但是我覺得很划算 首先他的封面 他的封面已經是一個 不划算 然後有一些突印 然後裡面的顏色是很漂亮 當你手上拿著長紅版的漫畫 你再對比這本畫集 你覺得世界很不公平 我看看 例如這樣 可能相機前面的朋友就會看不到 例如他有一些彩稿的時候 你看漫畫你可能不覺得 但其實他… 例如這一張 他畫了一些原稿之後 就貼了一塊水彩紙 是不是水彩紙還是報紙來的呢? 是 然後他甚至還用一些膠布 和一些masking tape 去貼著一些邊 再淋上一些類似紙架的油 他每一次的彩糕 其實都有很多這樣的嘗試 例如我看到 他好像是一個天空 好像一個黑漆漆的天空 其實他是一塊膠皮 你當是一個黑色的垃圾膠袋 可能是用風筒吹著一吹 令到他有些質感在 其實他不是畫出來的 他很多東西都不是畫出來 他在彩糕的部分 但尤其是他很多東西都不是畫出來 是剪剪貼的 因為我看漫畫 我看漫畫 反而無法留意到這一部分 是不會留意到 因為他的範圍真的很差 因為我看漫畫 只是覺得 可能他是用了 塗黑的方法 去填黑了畫面的那一部分 我反而沒有留意過 原來其實是另一種物料 尤其是 其實封面的背景 如果你看台版 你可以看到他好像很魚 但其實他很多都是 一些很螢光式的顏料 例如我現在看的應該是 第… 忘記了第幾集 我記得 可能是第一 還是第二集 其實他很多都是用一塊紙皮做底 這張不是紙皮 這張是貼紙托底的那張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那個嗎 即是有些油面的 即是他反轉了一張貼紙底 是一格格的 一格格的 然後他在上面 就貼了一些 應該是他畫過的稿出來 然後collage 貼了一塊塊的東西 有些又是很奇特的 例如紙皮 然後他會釘一些 扭 我不知道是不是扭 然後有些不同 他會搜納很多不同的質素的物料 貼上去 例如地毯 例如一些是網 尼龍網 但其實他是想模仿開曼的鱗片 那個質感 有 也有 有部分可能有 但也未必全部都是有 因為他每一次其實都會有不同 所以膠布其實可能是代表物能井 那些網狀的東西可能是代表開曼 那些凹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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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像是如果你有讀藝術的話 我們會有些投資料 對 那你就好像他真的在做投資料 在清明貼貼 其實有點像讀Visual Art的會考生 他們那份投資料就會有很多嘗試類的東西 其實這份東西很好看 尤其是因為你這樣看著封面 你是不會看到他這些用心 但是你乃仁果或者這本畫集都有 你是不是會貼上畫集資料 我貼了封面 剛才的兩頁都貼上去給亭仲看 都可以看看封面 大家可以按圖索器去Amazon買一本畫集回來 或者你可以買全套日版的單行本 應該都值得收藏 其實我有些想搏一搏 到底新的單行本是怎樣的 中文版都出了一套新的單行本 那要找人接收了舊的那套 我都想搏一搏 等你回報 還在15、16 另外再放了兩張照片 冰箱應該都放了上去 就是剛才小茂說 用膠袋去吹了一個黑色的 我不知道應該是建築物 一定叫做夜空 夜空 另外還有一張紅色的那張 好像還沒展示出來 可能會展示給大家看看 其實在小茂的分析裡面 其實林田舅是用了很多 不是畫畫的方法 但是去展示他的作品 或者他的概念 沒錯 還有我覺得除了美術風格之外 我們可以課金去買一些畫集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們看漫畫還是動畫 其實你都感覺到那種 我第一次看他的暴力畫面 我就想起那種四個字 就是暴力美學的四個字 就是暴力美學的四個字 還有尤其是後 其實我可能看不完 但他致敬有一些混合片的元素 譬如二階堂的那個面具 是甚麼星期五 我忘記了 那個Jance Jackson的面具 是嗎 是嗎 是 還有他打鬥的風格 我不清楚 我們上次也有說 可能你打架的時候 其實他的血肉橫飛得來 他的感覺是很流暢的 有一段就是二階堂 其實我們看動畫的 其實是說 他有一次在街上走 買東西買菜 買一些生活用品 他就要去 他就遇到一些流氓 遇到流氓之後 他就選擇 本身打算不打他 誰知一打 就用那些刀來撇他 那一刻就撇起了別人的腦出來 然後他轉頭就拿頂帽 就摺一摺 其實我會覺得 他這裡的畫面 其實是很噁心很流暢 但你覺得他很假的 很帥 還有他有很多那些 玩東西 專門令你覺得噁心的位置 譬如 他之後會出現了 一些肉批 有一個人是可以 將人變成肉批 你會知道他變成肉批 好 解決了這件事了 但轉頭 餵給他吃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 他是用一些很細節的 用一些很噁心的東西 但他就製造了一種幽默感出來 所以整個風格 其實你只看動畫 已經很容易被吸引了 我想說 其實我之前是很怕 看一些血腥的東西 例如看《殺落都市》 我是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你又 與美莫廣 你都看的 什麼 與美莫廣都不是很血腥的 是嗎 對 我的標準是有點奇怪 但是看這套的時候 我會覺得舒服 雖然有很多血 甚至乎有很多內臟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看下去的時候 我又覺得 不是噁心 不是恐怖 不是血腥的東西 只是好看 我都理解不了 我自己認為我看的尺度很大 所以我有還好 沒有在這方面覺得很噁心 但是她的血腥是玩得很盡的 因為她裡面有能井的回復力 有木耳的起死回生力 所以她都對角色可以玩到幾大尺度的殘忍 斷手斷腳 爆肚 把腸都流出來 那些 開腦 陳育三文治 但是不知道是否因為 她的畫面是比較血腥的 但是因為她的故事 你發覺人物在身邊 看到這些畫面好像任無其事 好像很平常 慢慢令你覺得 都不是一回事 人的氣氛 其實是很平常的 好像我們剪爛了一張紙 撕爛了一個袋子 沒有分別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她的時候 覺得 都不是很血腥的 其實都好像很小事 其實昆倫塔天奴 在她自己的電影裡 都很流行用這個反差 就是一槍軍把人的頭 但是你旁邊的拍檔還在 吃煙喝咖啡 這件事搞得很日常 帶出來那種反差的效果 就會令到大家很容易接受到這件事 其實我也是 剛開始看這套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很暴力 很血腥 因為一開始開曼 已經是咬著人家的口 流血出來 就好像很血腥 但是去到後來 就好像真的 像大家所說 很日常 比如說 心前輩有能力去分解 人是不死的 斷手斷腳 然後用一個黑膠袋 套著她的時候 膠袋會穿了 就好像有些 幽默感在那裡 整件事好像沒有那麼重量 整件事有 還有她的能力 其實之後 你沒有想過 她可以再去到結局這樣玩 是的 之後我們會再說 那個人在BBQ 其實我覺得那段真的很精彩 怎麼會這樣玩 原來心前輩的能力 是可以用來這樣扭 我也覺得很精彩 是的 除了這樣之外 當然動畫是一個很好的製作 大家看的時候 都會 無論是日本本地的觀眾 又或者是外國的觀眾 都被這個動畫吸引了 但是有些可惜的就是 其實漫畫後面有一個 魔之父六 就是小劇場 雖然動畫之後 好像是出了一系列的 OVA特典 虎鎮魔 是的 但是其實都不夠 因為其實每一本單行本 二十三本單行本 全部都會有一個魔之父六 而每一個魔之父六 其實它都是在一個主角以外的時角 去構建這個魔法師的世界 譬如有些情節 會講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血達魔 我很喜歡其中一個魔之父六 是講血達魔 就是講他的電視台 他的電視台很瘋 總之什麼鬼都是血達魔 有些是血達魔的時裝 血達魔的時裝 就是能夠帶領潮流 他可能又或者是做一套劇集 全部什麼鬼都是血達魔 十幾代 十幾代 但是他可能會有些附著 他就說這個是我以前的時尚穿著 這個是我現在的時尚穿著 即是你覺得這個人很自戀 就想這些電視台哪裏好看的 但是總之 原來這個就是魔法師的世界 他們平時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只要看動畫 其實你不會覺得血達魔 又或者阿林井 其實有一個雙屬的按摩 是一隻狗的樣子的按摩 可能你不會認識這些人 所以如果你不看那個漫畫 是不知道的 還有他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血達魔本身是 這麼多個惡魔裏面的王者 他是惡魔之王 所以他出來本身從來都很有威嚴 跟爾加棠好朋友的惡魔艾斯 都是被他由惡魔變成魔法師 你看到這傢伙是皇帝的暴君 然後他之前因為中間的劇情隨著發展 其實燕家族裡的一些雙屬是流落去動月 然後就住在春日報博士和醫生那間醫院 他說他們當深夜林井出了去做任務的時候 那些雙屬就很爛散 然後全部都在看電視 因為他們說動月的電視節目很好看 對 這樣哭理我家 原來他在後面的父母上 交代完魔法師底的節目 就是這麼傻眼 然後就看著 為何你會在這裏這麼空腹線呢 對 真的很有趣 而且我會覺得 因為血打魔去到最後的結局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其實如果動畫這樣鋪發的話 血打魔被拉到有點低的時候 可能你對於那個故事的理解不夠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動畫裡面 血打魔出現 就是他們夾藍色之夜要簽約的時候 那裡就對於這麼有趣的角色 好像有些說得不夠夠的感覺 還有剛剛說起 Rita說到血打魔的時裝 時上穿著那些 其實他到了後期 就是林近大結局 他在交代世界的背景 即是一開始我可能只有血打魔這隻按摩 之後他怎樣建構這個世界 其實他一直在過程中都會穿插去攝 我在這個時期 我是穿什麼衣服的 然後去到另一個時期 又會穿什麼衣服的 其實是一直會把這些在父錄的東西 都會放在主線上 去做一個調劑 尤其是他有一些情節 他只是在父錄發生 例如說惡魔小春 他後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就是有一次在父錄的時候 就借了一個道具 所以原本那個道具是另一個惡魔手上 之後他在劇情那裡 是玩還是要切牛肉 還是什麼 我忘了 總之是一些很濕溝的原因 他就借了一把刀 但是去到主線的時候 他突然就說 把刀在我手上 如果你沒有看父錄 你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只是看連載 你一樣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要看單行盤才行 但是關於小春那把刀 因為那把刀 是可以用來殺死惡魔的刀 我自己如果看單行盤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調轉了那個次序 因為小春那個父錄漫畫 他每一次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在右手邊有一行細字寫著 看這個父錄漫畫之前 你已經知道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最後一頁又會在旁邊 看完之後 你知道的情報是什麼 也貫徹回二手魔刀 單行盤一直會有的風格 但是因為那個就是 看完之後知道的事情 就是小春還沒有歸還把賽刀 但是原來 在正傳他拿出來的那一刻 覺得跟父錄漫畫好像有點調轉了 他突然拔了那把刀出來 你當他們去郊遊 去到要煮東西吃 然後發現沒有刀 然後小春就拔了那把刀出來 原來他一直都戴著那把刀在身上 然後那些噩摩就說 這個危險 為什麼要戴在身上 然後他就在人間世界拿出來 借給阿春一部博士 那個父錄的時序 應該跟單行盤的時序 他不是順著單行盤的時序而出現 他有時候是會後退一些日子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順順的 但是看上去是很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還有你看到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林彬球做得精彩的地方 你有看過我父錄的話 當有些東西在正傳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有趣 但是你沒有看過我父錄 又不是真的那麼大影響的 你會少了那一層季的樂趣 但是你會認為我幫助 突然間有小春老闆 可以用來殺我魔魔的刀 用來打最後大哥的神器 他有一下那個父錄 我簡直覺得他是用來做後切的 開晚一下就劇到最尾了 不要緊 總之有一個位置 他就是解釋了一個人類 是怎樣變成魔法師 他在連載的時候 其實他純粹一格就跳了 你已經是魔法師了 完了 但是他在單行盤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個父錄 是解釋中間發生過什麼事情 但是你要看到下一集的開始才看到 還有很有趣的 他中間也有交代過 例如惡魔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怎樣去懲罰一些人 到底你死了之後 一個魔法師死了之後 在地獄會受到什麼對待 知不知道那些事情 很有趣的 還有他們惡魔做一些壞事 其實是沒有原因 因為惡魔很壞心眼 所以他們會把一些仇人 硬把他們放在同一個隊伍裡面 去工作 但是他們很多原因 不是什麼很有組織的原因 他們就說 因為惡魔心很壞 因為惡魔很壞心眼 因為他設定上 惡魔本身就是一種 純粹為了享樂而做任何事情的 一群人 就是一群惡魔 他們的生活就是 追求喜歡和不喜歡的東西 其實沒有其他目的 他甚至乎可以在很危急的時候 做一些很濕溝 某程度上我覺得 都是血踏魔教壞他們 因為血踏魔本身的個性就是 很隨意 很喜歡惡作劇 什麼都很隨心去做 其實是血踏魔 我覺得為什麼血踏魔會跟阿煙那麼好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 根本是同一種人 兩人都是自戀到爆 所以他們兩個能夠成為朋友 你看到這些是一些主角以外的人 但是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構建一個世界 覺得很有趣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我也想提出一些動漫畫的分別 小瑋 其實你會覺得哪一個位置 他的修改是比較特別的 好像時序上面是否有分別 因為我印象中看漫畫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跳來跳去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看漫畫的時候我覺得很流暢 好像有些事情發生前後 還是他交代得清楚了 我印象中就差不多 反而是一些細節我留意到 是有一點點不同 譬如我之前有提及過 就是林鄭變了一隻怪物之後 然後再變成人類 那一段就是 原本他說得很清楚 就是煙露帶說 他心上癮 不是你就是我 然後下一步 他變回 心就成功令到林鄭變回人類 原本在漫畫裡有一段很長的獨白 就是說 竟然不是我 沒有理由 但是他的動畫 你會看到 其實是搞笑了 因為你看到煙露帶 他就是木口木面的 很不滿地看著他們兩個 可能是有一些細節的處理 如果是這個位置 那我一個很強烈的 覺得分別的地方 就是能整公主好心前輩的時候 在漫畫裡是很大格的 我是要對著那個追了很久 但是在動畫裡 他只是一個背景 兩秒就沒有了 那這些位置我是很不滿意 動畫的服務位置是相對少的 對 相對少的 就算是動畫結局那集 第12集 剛剛他們救了二階堂出來 然後兩個在聊天 和開曼在聊天 因為在漫畫裡其實是很浪漫的 但在動畫裡是有點快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差了一點 但是動畫的話 我覺得木耳是很搶鏡的 因為看漫畫 你可能會錯過他 很多時候 沒有對白放在他身上 他在下面走過 但是這裡他會自己 再加一些叫聲 所以你就會突然說完 阿姨老弟你怎樣 然後木耳就在那裡叫一聲 所以我覺得他很搶氣 是蒙了 但是在漫畫裡面 他又好像頑皮一點 因為漫畫他會經常在後面 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其實木耳和圍比獸的存在 是差不多 都是在背景醫院 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但是動畫好像 相對地沒有那麼多資訊 因為其實在漫畫裡面 真的有很多資訊 可能一格裡面 有三批人在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動畫就比較少 只能專注在某個地方 對 所以我看來我覺得 其實我感覺上 動畫是專注在主線 去說回故事 那就不同在漫畫那邊 可以有那麼多旁之 或者說那麼多其他的細緒 去建構整個世界觀 或者一些角色的性格 嗯 我們大概就已經說回 這個作品的風格 動漫畫這些東西 那就開始要進入這個 風狂劇透主題 是的 風狂劇透的主題 因為其實前期 我主要是給這個很有趣的世界級人 但是其實你會發覺 他那個主線是埋得比較深 你去到很後期 原來這個是主線 其實一開始都說了 就是開曼 他是一個變成蜥蜴的人 他原本是一個人樣 然後試一下試一下 他相信他自己原本是人樣 因為他也失了一億 是的 他也相信自己應該 是被魔法師搞到變成這樣 但是其實他原本的身世是什麼呢 那就要追溯到一個 就是一個在剛剛好動畫之後才登場的一堆人 就是十字眼幫的幹部 其實在十字眼幫的幹部出現之前 十字眼幫一直都潛伏在魔法師的世界裡 在這個世界裡 這群十字眼幫 他們都是一群不能夠使用魔法的魔法師 他們就集合在一起 所以就希望去組織一件事 希望就算我不懂魔法都好 我都可以大家互相幫助 爭取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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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他們又不是平權的 因為他們所做的事 只是賣一些黑粉 而他們吸了黑粉之後 就可以由出不到魔法 變成可以出不到魔法 透過這個方法去 就是你當它是一個福利機構 可能會比平權 但因為他賣的是黑肆藥 所以定位有點麻煩 還有練功 他們會針對魔法師的弱點 去練習一些功夫 所以就算是一些非常強大的魔法師 例如林仔和森 就算是正面對上十字眼幫 都不容易贏 就是一群這樣的人 這堆十字眼幫的港部非常有趣 就要追溯到一個角色 就是松鼠 松鼠在故事很早期 就知道他就是開口中的那個人 因為他應該是死了 然後燕家族就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總之復活他 這個人就想去追溯十字眼幫 然後去查明究竟哪一個 就是當初殺死他的人 然後找回這堆十字眼幫的港部 而這堆港部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地方有人非常非常非常窮 但是窮這一點是他們的民點 真的很有趣 窮過洞肺 對 一開始他的氣場很足夠 但是在黑的位置 有一些眼睛看著他 以為是不是那些 神秘組織 黑的幹部那些 不要開燈 千萬不要開燈 晚上七點之前都不可以開燈 很奇怪 真的很暗 很想開燈 但是千萬不要讓他開燈 原來這堆人只是單純很窮 他很不想開燈 他要省錢 沒有燈 沒有電用 他只可以點蠟燭 然後點蠟燭 我們要開會 今次的開會會議要完結 還有很多事未談完 立即燒到你的位置 糟糕了 還有他們最有趣的時候 就是你本身以為進入轉線 但是他也陷入了一個 十字眼幫的港部的危機 就是什麼呢 他們沒有租交 但是他們沒有租交 大多數是找方法賺錢 但他們真的沒有辦法 可能包祖婆來了之後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包祖婆很醜 即是那些肥腫男分 真的是包祖婆的樣子 如果我形容的話 類似是 差異而動成寶 那個在腦變老了的婆婆 魔女變老了的婆婆 毒蛾 然後鐵條 牛島田 佐治 還有豬 之後還會加入了下屋 但是 總之他裡面有一個角色 這個牛島田 是一個 臨雪 一個腦 一個腦 他們本身沒有租交 但原來他很喜歡牛島田 他們窮得 不如牛島田 你自己有我犧牲 之後就給包祖婆獻身 給包祖婆包養你 包養一次 那你就有錢 我們就不用交租 那些兩個好笑 他本身 因為佐治是偏嬰氣一點 他那時候是兩個人排在一起 你以為他會選佐治 但原來他選了牛島田 然後我笑得瘋了 他也挺有牛島田的雕像 真的很喜歡 整個博物館是牛島田 其實那一刻也有些少許 他們山窮水盡的時候 是牛島田 好吧我去吧 我欺負自己 我犧牲自己 他還把他的價值 用到最大問題 包含了 可不可以給我一間屋子 怎樣利用這些價值 總之發生了一些事之後 他就要潛入去大屋 即房東太太在大屋 然後他們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們打的招數 他們不是有些事 因為房東太太死了 因為房東太太死了 但是我覺得他潛入的過程 很有趣 就是佐治會不斷編織一些 織的物去賣 好像以前在舊香港 會穿膠花 一邊穿著膠花進去 等一下我就是織完 但他們是要棄屍的 當他們看到 這間大屋手衛心 然後有些紅外線系統 有些按摩 然後他們的鎖 是要拿煙去鎖的 很麻煩 他在旁邊很努力 你不要織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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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 織定是誰開飯 他在吵架 但我稍微記憶 那一段有點模糊 那一段也有說 生活用品的 還是去到煙大宅 煙大宅 他們發現了一個地方 全部都是金帖 然後大家 有一個人很興奮 下目 其他人沒有反應 看到這麼多金帖 然後沒有反應 然後走到另一間房間 看到全部都是製作用品 然後藥鑼 放得很興奮 很多紙巾 很多瓷子 很多牙刷 然後在尾巴 你這一集知道了什麼 知道原來他們還在 異物異物的階段 非常有趣 還有 其實也要再讚一次 那個摩茲父六 他有說到他們的生活是怎樣 是非常窮困 一來就要 好像是毒蛾負責去計算 還有他們所有人 都只是共用一枝牙刷 除了毒蛾 因為毒蛾有毒 因為毒蛾有毒 不是會淚陷加 所以一定要嫁開他們 我早上以為是因為毒蛾是女 所以才會這樣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女人是這樣的 很合理 吃飯會自己坐 整個問題很可愛 其實毒蛾是我第三個喜歡的角色 因為他口水有毒 所以他不可以大聲笑 不可以噴口水 然後他吃飯是要另外為一個 紫皮箱 紫皮箱櫃在旁邊吃東西 他整個設定都很可愛 就是一群這麼有趣的人 但是他很不幸地就是這群人 就是正正跟我們大部分的主角都是敵對的 這群人 有聽眾說他想起貧桐貴公子 對 差不多的 毒蛾刺 因為牛倒田很難把他上去成為山田 那毒蛾就是一個又帥仔又窮 就是一個山田 但是牛倒田 牛倒田的犧牲有點大了 本來你也以為是鐵條或是毒蛾 但是怎麼會想到是牛倒田 林雪 一開始他們推左字出去 以為包租婆喜歡左字 結果還在笑 原來他的品味是這樣的 原來他喜歡牛倒田 真的很有趣 然後說到十字眼幫 原來就是慢慢推演 就是因爲燕老大和開曼他們有開拖 開拖的過程中 其實開曼不夠打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因爲 原來開曼所種的魔法有兩個 第一個魔法就是 在一些黑市方面買回來的 維比秀的魔法 就是把一些東西 或者把自己變成蟲 適宜 適宜的 怕蟲類 那開曼就這樣中了一招 然後另一招就是 因爲他那時候 原來他殺死了蟲鼠 就是殺死蟲鼠的那個人 蟲鼠上的那個魔法 就是死了之後 就會作就殺了他那個人 所以他同時中了兩個魔法 就會導致他又變成適宜頭 由於他的設定就是 一個人是不可以中兩種以上的魔法 於是他就對所有其他的煙 任何魔法都無效 但是那一次因為煙實太強了 所以他真的不定 但是另一方面 因為維比獸死了 所以他在那一段打氣 就把它變成原貌 所以我覺得那一段是 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我覺得那一段其實很慘 有些感傷的 因為 就是因爲這裡開始 其實之後二階堂和開曼 就開始分開 沒辦法一起回 趁拖法之後 其實他們的打氣和重複很壯烈 是 非常好看的 好了 我就開始 慢慢 就是他變成人養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說一下 真正背後的陰謀是什麼 要不要等第二節 好像差不多 好吧 我們第二節再詳細說 故事陰謀是什麼